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四十五集 一个吻不能持续太久 这不是两人的初吻 唇舌相连的吻也有过 但这个吻是最如此的悸动 寄疗人又心安的矛盾感 周成从前觉得夏小兰的心是飘的 这一次她才真正抓住了一点 是一点 为什么不是全部呢 因为夏小兰的心里装着别的东西 她希望她也能装下别的东西 在一起的时候好好享受欢愉 暂别的时候能各自做好自己的事 她没有过恋爱经验 但她愿意去学习 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女朋友 不是冷落的男朋友 就买一堆东西去 用物资来补偿 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 情侣关系是两个人的 不能让周成一个人用心 周成一直追着她跑 当然会没有安全感 有时候周成可以不用跑 在原地等等她 夏小兰发现自己走快了的话 可以反着朝她跑来 她想要什么就如实地告诉周成 比如在华清念书期间 没有结婚打算 而周成想要什么也告诉她 两方都要聆听对方的想法 求同存异 要是达不成一致 也可以通过吵架来解决 小丑也是沟通的方式啊 只是不能冷战 就像你这次不回我的信 我还以为你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真的一心想要老婆孩子热炕头 还有军训 我知道你顾及着影响 但你承不承认 你是在对我刻意冷淡 夏小兰就气那碗粥啊 周成那大公无私的铁公鸡样 真是数着米粒咬给她的 周成闷着声发笑 她觉得很新奇很可爱 小兰再和她计较这种小事 就像吃高飞的醋 瞒不讲理地掐她腰 我是怕对你影响不好 不然早就给你送吃的来了 明天就是休息日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买 好不好 李志告诉周成 她和夏小兰说话的时间太久了 可她私心里还想和小兰再相处一会儿 军训一周会有休息日 不仅会开放部队的大澡堂 还会让学生出部队玩一天 夏小兰知道杨永红都乐疯了 跑来找寝室的人商量几次 觉得自己能趁机回一趟家 部队一般都建在郊外 跑兵指导团也是如此 出去最多能走到乡上的市集 能找到车子让杨永红回家吗 说起吃 夏小兰觉得很馋 我要吃肉 多给我买肉好不好 我和室友一起吃 他们都知道自己有男朋友了 那周成请客吃肉也是正常 虽然在军训期间 没法公开他和周成的关系 等回到学校就无所谓了 刚刚说好 要做一个合格的女朋友 周成的朋友 他都和康伟少光荣熟了 他的朋友 好吧 他还没来得及交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写拿室友顶上 让周成走进他的社交圈 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话 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等夏小兰一走 周成的脸色就变了 谁躲在那儿 出来 嘻嘻嘻嘻的小响动 以为他听不到吗 周成把枪摸出来上了堂 营房的墙边 一个人高举着双手走出来 却是季江源 子官 这是误会 他怎么知道 会遇见总教官和夏小兰谈恋爱啊 他一开始真的以为夏小兰有事 找周成汇报 他就想等着两人说完再走 现在大部队都在训练场上拉歌对唱 男女生训练连 唱得热火朝天的 声音也挺大 闹得季江源也没听清 周成和夏小兰的谈话内容 不过说到最后 两人都亲上了 季江源又不是瞎子 自然知道了两人的关系 所以 夏小兰同学的男朋友 就是周教官 季江源不小心弄出了动静 还以为被不远处唱歌的声音给盖住了 没想到周成是如此警惕 周成看清楚是他 也挺无语 季江源一副吃了屎的表情 教官能不能要点脸 前一刻还在和华青的女学生轻轻握握 现在这么正经 周教官 恋爱自由 我不是多嘴的人 这是你们的个人隐私 我会保密的 夏小兰偷偷溜回营地 苏静扯过他 你跑哪儿去了 教官刚才点名 我说你上厕所 你可别说漏嘴啊 夏小兰一脸感动 好姐妹 明天休息日 请你吃肉 一听到肉字 苏静馋得直言唾沫 现在大家吃得都很简单 苏静是京城人 他家里也没说天天吃肉 军训一周 每天运动强度这么高 每个人都想吃点有油水的东西 夏小兰说吃肉 鲁秀娇连歌都不唱了 哎 附近的集市远不远 当然不远了 这几里路 鲁秀娇扭头问宁雪 明天一起去 宁雪摇头 你去吧 我想休息一天 这几天的训练强度 宁雪要跟上也很难 体力上还能坚持 但每天训练后 他也没时间摸功课了 宁雪坚信 学习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没有十二分的努力 就别想收获十分的成功 他不想去逛什么市集 吃的东西差 他也能忍耐 他想自己安安静静画画图 鲁秀娇抱怨几句 这事就算过去 夏小兰倒是猜到了宁雪的想法 大家住在一个屋 宁雪总是看画剧 多半是手痒了 这也太拼太努力了 难怪能取得如今的成绩 夏小兰都有点心虚 一个军训 同吃同住 把大家强捏在一起 他从周围人身上 学到了好多东西 据说休息日之后 等待新生的是更严酷的考验 除了练习走方队 还有以外拉链 有射击考核 有体能考核 每一项考核都会打分 根据总分 再加上军训期间的综合表现 会选出军营优秀毕业生代表 要是之前 夏小兰对这些东西 还真不太在意 可军训几天 他发现不管做什么 态度足够认真 就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同样是来参加军训 别人都对这个 军营优秀毕业生很感兴趣 夏小兰也有斗志 他流的汗水也不是假的 优秀毕业生和优秀毕业班 回到学校都会加分的 谁都不想放弃这些 比都没比过 难道就认输